原料多样,色泽金黄,调细如丝 这是美味营养的面条,也是精致的面食艺术 到底是怎样的制作技艺,让面条变得秀色可餐 本期农广天地为您介绍,求是金丝杂面制作技艺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看农广天地,我是曾璐 说到面条,那可是我们中国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面食 由于地方差异,饮食文化的影响,各地面条的制作方法也有很大不同 很多地方甚至都有自己招牌特色的面条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种面条,就是当地的一个招牌 据说当年康熙皇帝还特地去品尝过它 这就是来自河北绕阳的金丝杂面 我国疆域广阔 不同区域适宜种植的杂粮种类不尽相同 也正是这一点,使得制作杂面条的原料种类也具有了较大差异 饶阳,位于河北省中南部 这里有悠久的绿豆栽培历史 勤劳智慧的当地人用绿豆为原料,制作出很多美食 这其中就有绿豆杂面条 绿豆杂面条在当地俗称杂面 在饶阳当地流传这样一首童谣 俺大姐会和面,和的面像石头蛋 俺二姐会擀面,擀的面像桑叶片 俺三姐会切面,切的面像条线 俺四姐会下面,下到锅里滴溜转 俺五姐会挑面,挑到碗里莲花瓣 童谣里所描述的面就是杂面 足以见得杂面在当地的兴盛程度 在饶阳当地众多的杂面店铺字号中 有以求是金丝杂面名气最大 求是金丝杂面 由当地一位叫求老九的人创建字号 加工制作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清朝雍正七年 相传,在清朝光绪年间 皇宫内有位姓李的太监 祖籍是现如今的河北省宿宁县 与饶阳县毗邻 每年的腊月,这位太监从京城回家省亲 都会在求是杂面铺购买一些金丝杂面 带回宫中 皇宫中的慈禧太后吃了这种杂面后大喜赞不绝口 随命时常供奉 也就是从这时起 求是金丝杂面便寄身于朝廷供品行列 成为了一种贡面 事实果之如此 很难找到确凿证据 不过呀,在饶阳县制上 确实记载着求是金丝杂面 在民国十八年的天津国货产品展览会上 以其制作精粮,品质上加,荣获二等奖 得到组委会颁发的奖状一张 奖章一枚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 求是金丝杂面逐渐进入了兴盛时期 绕阳求是金丝杂面 在2013年被列入河北省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了解了求是金丝杂面的历史渊源和发展历程 下面我们就来细致的说一说它的特点 曾经有人用这样的话形容它 说它金面千六百刀,面细如斯 可见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细 除此之外它还有哪些特点呢 您看,这求是金丝杂面 赶好的面皮儿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薄 说到面皮的薄 如果用薄如纸张来形容 虽然略显夸张 但也足以说明它薄的程度 用百分表测量一下 您看,面皮的厚度只有零点二毫米 可见面皮薄的程度 更令人惊讶的是,当把报纸放在面皮下面 透过面皮竟然能够清晰地看到报纸上的文字 面皮的薄可见一般 求是金丝杂面制作的主要原料是绿豆面粉 有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 单独用绿豆面粉 根本无法制作出口感劲道的杂面条 这其中的缘由在哪呢? 这其实是由于绿豆中含有的蛋白质类型的特性决定的 蛋白质如果按照其在形成面团中所起到的作用来进行划分的话 可以分为面筋蛋白质和非面筋蛋白质两种 面筋蛋白质的作用就是浴水后形成面筋 纵横交错的面筋能够形成一个面筋网络 从而使制作出的面条具有劲道的特性 绿豆中虽然含有大量的蛋白质 但并不含有这种叫做面筋蛋白质的物质 这也就是为什么单一用绿豆面粉活出的面团 不能加工成面条的原油了 说到这儿可能有些人会更加疑惑 为什么用绿豆面粉为主要原料的球式金丝杂面 就能够十分劲道呢 其实这里面的关键在于 添加了强筋小麦面粉 所谓的强筋面粉 指的就是面粉中蛋白质含量 在11.5%至14.5%之间的面粉 通过添加强筋小麦面粉 就能够使杂面条具有非常劲道的特性了 据本草纲目记载 绿豆为真济世之两骨也 认为它具有消肿下气 清热解毒 消暑解渴 调和五脏 安精神补元气 滋润皮肤之功效 求是金丝杂面 煮而不烂 入口滑润 回味无穷 营养丰富 多少年来 劳阳求是金丝杂面 一直是靠纯手工制作 尽管在当代 依然坚守着传统的制作记忆 这位就是求圣荣 求是金丝杂面 传统制作记忆的省级代表传承人 记者的到来 令他非常高兴 当我们提出 想亲眼目睹一下 饶阳求是金丝杂面 是如何制作出来的时候 他爽快地答应了 说到求是金丝杂面的制作 您可能想象不到 一种面条的制作 竟然还能与季节产生关系 面条不是一年四季都能制作吗 为什么求是金丝杂面的制作 还要挑选季节呢 我们还是让求圣荣师傅 为我们揭晓答案 据求圣荣师傅讲 制作金丝杂面是很有讲究的 只有在春秋季节才最适宜 制作金丝杂面的工艺流程非常复杂 从和面开始 历经擀面片 亮面片 切条 盘把 亮面条 包装等多道工序 细分起来 有二十多道 粗略计算也有七八道呢 北方夏季炎热 潮湿多雨 容易导致面 在加工过程中变质 而冬季 严寒低温 会对擀面片 亮晒等工艺环节 造成影响 进而影响 金丝杂面的品质 以他多年总结出来的经验 要想制作出既薄而又细的杂面条 只有在不冷不热的春秋两季才最适宜 这是绿豆面粉 墙鸡小麦面粉 芝麻油 鸡蛋 盐 清水 这些都是制作囚式金丝杂面所需要的主要原材料 传统囚式金丝杂面的制作 只选用蛋清 据囚圣荣师傅讲 根据他多年总结出的经验 要想活出五千克的面团 要添加三点五千克绿豆面粉 零点五千克小麦强筋面粉 零点五千克的水 零点一千克盐 以及零点一千克的芝麻油和十个蛋清 这样做出的杂面条 质地最好 按照比例准备好原料 将蜜豆面粉和小麦面粉倒入和面缸中 加入蛋清 这是用清水和精盐等调制的盐水 倒入面缸中 接下来就开始和面了 和面的手法有很多 像这种杂面的制作 和面中需要用到搅 揉 翻等方法 和面时要根据面粉的吸水情况 适量地加入盐水 当面团初次成型时 要加入芝麻油 以防止面团粘在面缸上 继续和面 以保证面团的每个部位都要粘上芝麻油 制作球式金丝杂面 要求面团活得稍微硬些 这样才能做出劲道十足的杂面条 和面一般需要三十分钟左右 把面和到什么程度才算好了呢 根据求圣融师傅讲 这其中有一个简便的判断方法 就是要做到三光 也就是手光 面光 盆光 也就是说 双手干净 面团要光滑 和面的刚内壁 也要干净 前面我们提到金丝杂面的面片要薄如纸 薄的能透过面片看见报纸上的字 这样的功夫不简单 也是它能细如丝的一个先决条件 所以在和面之后 擀面片的环节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我们还是向求圣融师傅取取精 这些古老的压制面条的工具 擀面杖 长短不一 最短的只有三十厘米 长的有两米左右 都是制作球式金丝杂面过程中 擀面片所需要用到的 将和好的大约五千克的面团 放在面板上 双手叠加 按压面团 保证面团的每个部位都要按到 并且每个部位都要受力均匀 当面团按压到直径 四十至五十厘米的圆形面团时 就要用擀面杖擀了 先将圆形的面团擀成一个近似方形的面片 擀的过程中 要保证面片的每个部位都要擀到 当面片的宽度 擀至和面板的宽度差不多的时候 就可以了 往面片上撒干粉 防止面片间的粘连 传统球式金丝杂面制作中 干粉选用的是大米面粉 大米面粉就是用大米研磨而成的面粉 为什么要用大米面粉作为干粉呢 这里面是很有讲究的 因为大米面粉不易粘留在面片上 并且容易扫掉 撒大米面粉时 只要薄薄的一层即可 然后将面片的一头用擀面杖紧紧卷起 另一头用擀面杖擀至 将面片找平 而且厚的地方要擀薄 以保证整个面片厚薄均匀 边擀边卷 逐渐地将整个面片卷在擀面杖上 然后用手拍打面片 用力要均匀 拍打面片遵循从中间向两头的顺序 这样才能保证面片宽度一致 拍打面片的同时 转动擀面杖 尽量保证各个地方都能拍打到 拍打面片主要有两个作用 一是防止面片间的粘连 另一个是拓宽面片的宽度 这也是擀制过程中 面片宽度变化的关键动作 几次拍打后 原来仅仅缠在擀面杖上的面片 就会变得疏松了 当两头的面片距离擀面杖 大约一拳头时即可 这样第一次面片就擀好了 将拍打好的面片连同擀面杖 放在面板的里面位置 擀面杖上的面片慢慢放开 边擀边擀干粉 擀是求是金丝杂面制作中最为关键的环节 擀的手法虽然很多 但是金丝杂面制作中要求前后来回的擀 也就是擀面杖在面片上某个位置上 这样前后来回的移动 直至面片擀到合适的厚度 再换另一位置继续擀 这样擀起来虽然费时费力 但是保证了面片擀得均匀 并且不破皮 经过第二次的擀制 面片会变薄变长变宽 边擀边将面片卷在另一根稍微长的擀面杖上 求是金丝杂面制作中 擀面杖的使用也是很有讲究的 所使用的擀面杖的长度 是根据面片宽度的增加而逐渐加长的 一般情况下 使用的擀面杖的长度比面片的宽度长30至40厘米左右为好 比如一米的面片宽度 就要使用1.3米至1.4米左右长度的擀面杖 面片完全卷在擀面杖上 再继续拍打 就这样 面片的擀制过程经过擀 卷 拍打 换擀面杖 再擀 再卷的重复性动作后 面片逐渐变薄变长变宽 面片经过第三次第四次的擀之后 擀面片的过程大概就进行了一半 这时就要将面片翻过来 面片叠放整齐 用擀面杖将面片两头擀两下 主要是让两边一层层的面片贴在一起 将面片的正面翻过去 用擀面杖将面片卷起 这样 面片就被翻过来了 再按照前面的方法动作 继续擀 卷 拍打 换擀面杖 再擀 再卷的重复动作 面片的正反面都要擀到 这样 面片各部位 手力均匀 保证了后包一致 也防止面片间的粘连 求是金丝杂面的制作 擀面片是个技术活 没有几年的经验是擀不好的 一般整个制作过程中 面片需要擀至八九次 大概两个小时 你看 一朝一世 精确到位 伴随着双手不停的拍打 卷 擀等娴熟的动作下 一块面团就被擀成了长15米左右 宽2米左右 厚度为0.2毫米的大面片了 擀好面片后 接下来的工序就要轻松很多了 不过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比如亮面片要亮到什么程度 怎样把面片切出如丝的效果 切好的面片还要经过哪些处理等等 都是需要一些技巧的 我们继续来学习 面片擀好后就要进行亮面片 亮面片在室内常温下进行即可 求是金丝杂面制作中 亮面片一直使用的是席子 凉席或是尾席 由于席子通风好 具有较强的透气性 所以也利于面片的量制 亮面片需要两人共同完成 两人将卷有面片的擀面杖 抬到亮面架上 慢慢地将面片铺开 面片铺好后还要用调整 将面片上的干粉扫去 扫面粉时动作要轻慢 以免划破面皮 亮面片一般需要两个小时左右 当面片量制成五成干 不干不湿 手卷而不粘 折而不断时就可以了 亮好后的面片用擀面杖卷起 将面片一头上不规则形状的部分去掉 然后将面片叠码整齐 叠好后面片的宽度大概在四至五厘米左右 接下来就要进行切条环节了 切面是球式金丝杂面中非常讲究的一个工艺环节 将面片从中间切成两部分 分别切条 直刀法 垂直下刀 将面片切成一定的宽度 切好后的面条的宽度在两毫米左右 据史料记载 千六百刀 面细如丝 也就是说 用一斤面擀成的面片要切一千六百刀 从而做到面细如丝 并且要求切好的面条表面要光滑 厚薄均匀 宽厚一致 无毛边 落条 断条少 由于切好后的面条太长 不易存放 所以要进行盘把 将一粒面条对折 折叠整齐即可 一般一把面条的重量在一百五十克左右 盘把后的面条放在竹壁上 放到亮面架上 推进亮面续 就要进行亮面条了 传统求是金丝杂面的亮面条 一直用这种竹壁子 因为竹壁子有一定的缝隙 另于面条上下两面的亮晒 求是金丝杂面的制作 亮面条一环节需要进行两次 在室内常温下进行即可 第一次一般要亮四个小时左右 当面条的上部亮至七八成干时 进行第二次亮面条 第二次亮之前 要先进行倒面 倒面由两人共同合作完成 将竹壁子上的面倒到另一个竹壁子上 这样经过倒面 原来面条挨着竹壁子的那一面 就被倒在上面了 倒面的主要目的是 保证面条上下两面都要晾干 倒面后再进行晾晒两个小时左右 当拿上一根面条嚼在嘴里 能听见清脆的响声时 砸面条就亮至十层干了 晾干后的面条就要进行最后一道工序 包装 求是金丝杂面的包装 一直都是用纸质的包装盒 一方面保值面条原有的味道 另一方面携带方便且美观大方 通过称重装盒等 就完成了包装这一工序 这样一盒盒精美的求是金丝杂面 就呈现在我们眼前了 饶阳求是金丝杂面 多少年来一直沿袭着 细如金丝 皮薄如纸 味道鲜美 清香适口 独具风味 营养丰富的上乘品质 其传统的制作技艺 经过一代又一代师傅的不断传承至今 有关他的传闻意识 也随着其技艺的传承 被师傅们口口相授 代代相传 透过这细细金丝 饶阳求是金丝杂面 那浓郁的香气 似乎已经扑鼻而来 含在口中那爽口的感觉 爽在猴头 也爽到了心里 看着制作好的 求是金丝杂面 让我们深深体会到 这不仅仅是一种 制作技艺的传承 更是一种饮食文化的延续 如果您有机会品尝 求是金丝杂面 这样的体会 一定会更深刻 的确 祖辈能传给我们的 任何一种技艺 都值得我们去发扬光大 让传统与现代完美融合 好了 本心动网天地 就是以上这些内容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 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